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隔天 巫统的部长马上就排队去见老牧了 老牧就劝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不要死啦 结果所有巫统部长也同意了 继续留在内阁一起打病毒 巫统大会也一直在跟好兄弟一党放话 叫他们跟国门分手 我们Wafakad一起打大选 没有想到一党隔天就决定了 这是要跟土团走 一起在国门将心相爱迎战大选 还叫大家不要威胁国门政府 哇 扎黑真的要气到固绝了 一党竟然跟小三跑了 扎黑就叫一党想清楚一点 回到真正的Mafakad 结果哈迪阿旺就不点名反击 巫统再是变性的那个罗好心 哈迪还叫所有摩斯林组织加入国门一起救国 不要像有些人这样浪费时间搞政治 他还逢是讲一党不只要拯救小部分人罢了 是要拯救国家 哎呦 一党讲话真的很steady了 然后国大党也讲了会继续支持老牧 哎呀 就不懂马华会不会跟巫统走到最后了 那这儿看一下扎西是掌握了权力王牌 可以集体撤回巫统对国盟的支持 但是核实大选还是个威之数 官职派的巫统领袖不见得会想不开 毅然决然抛下官职退出国盟 那所以扎西一旦轻举妄动 排除有更多巫统领袖会出走到图团党 现在甚至已经有不少官职派的巫统领袖放话 促请巫统立即举行党选 这对官司派而言肯定是备受挑战 由此可见 巫统的内部分裂已经是越来越大 那此理更是直言 阿末扎西没有指示巫统部长辞职 显然就是缺乏领导能力 他更批评全民共识之所以会破裂 就是因为扎西的失败和软弱 才会导致伊党失去信心 相较于巫统的内斗分裂 慕尤丁或许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但可以肯定的是下一场大选必定是一场硬仗 反观伊党目前似乎就是代赢家了 选择靠拢国盟 无需顾虑巫统争地盘 只需要在堡垒区稳扎稳打 继续大打宗教招牌菜 在这片战火中站稳一席之地 生存之道 无人能敌啊 当然流落 一直以来吵的都是有case在身 和没官当的那些而已 阿公分猪肉 大家有得分就不吵落 继续当个好部长 国会不能开党会一直开好样的丁丁 而这边想有巫统要抢回主导权 做大哥 那一天将外交部长 西沙木丁却跑到中国认大哥 结果引发国内一片争议声浪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哇 最近我们的部长宣布了会讲华语了 不久前凯莉打了疫苗 华语就不得了了 大家好 我是凯莉 科学部长 我刚打了Sinovac疫苗 我感觉很好 中文也突然刚好 没有想到 希沙木丁在前几天到中国访问 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时候 也学会讲华语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然后希沙木丁还对王毅讲了这句 我的大哥 哇 两个人称兄到底极好兄弟一下 不过这句话看在反对党外币眼里 就是加多三的咯 安华就讲 希沙叫中国大哥根本是乌鲁马来西亚 贬低了马来西亚的地位 刘振东也批评 外交不是这样搞的 大马是有主权的国家 没有谁是谁的大哥咯 还有选手也要求外交部解释 不然人家会以为我们臣服于中国咧 希沙木丁哥就解释了 那只是因为王毅比他大 比他新年才叫他大哥 尊重罢了不是失落咯 也不是在讲马中算变关系啦 大马和中国的关系 还是建立在互信平等的 所以大家不要吵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前晶体部长塞沙迪 在和印尼总统左科威见面的时候 对方甚至还亲切地称呼他为 Brosadik 当时大家只觉得 总统好亲切 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那同样是称兄道弟 但就因为希沙木丁称呼王毅为大哥 或许就让大家有一种 自我贬低为小弟 臣服于大哥的感觉 不过希沙木丁也解释了 他只是以个人的身份 尊称比他年长的王毅 而不是在描述马中关系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或许这样的言论 在官方场合不大恰当 但熟悉希沙木丁作风的人 都不难发现 他过去接待外交宾客的时候 总是会谈笑风生 热情如火 而这一次的大哥论 更是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形容为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砖马之间的友好和热烈 显示马中一家亲的密切友谊 只能说这番称呼是 各花入各眼 究竟是贬低国歌的 自我矮化 又或是无伤大雅的热情友好 就交给大家自行解读了 有种是看在大哥面前挥剑看一下 见到习大大要叫爸爸了 别太敏感了啦 只是一个礼貌上的称呼而已 就像平时我们去burger 当时也会跟他打招呼 Abanburger setu ya 同一个意思了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 史诗震蛋 看完节目后 记得点赞加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交流看法 我是志正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加分享出去